在陕西省咸阳市前线北部 有一座千年陵墓 墓主人是唐朝的公主 被神秘处死 这位公主的墓规模宏大 神秘莫测 这一集雷队长与乌克兰女孩龙智慧 走进这座千年陵墓 探秘唐朝宫廷墓室 为了储备唐朝历史文化知识 雷队长与龙智慧实地走访 首先走进了一座荒山中的千年万佛洞 处于对文物的保护 我们只能透过门缝 来一睹这千年万佛洞中的景象 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这样的质 这里面也有什么的东西吗 我要告诉你 实际上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石窟 并不是以前的原貌了 就一看 这有柱子看到了吗 地面上有柱子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是有屋顶的 那么这个就是支撑柱子的一些东西 像这个佛刊里面曾经也是有佛像都给铲掉了 小江南 你看看这里写的是什么意思 这边写的是虚弥圣景 虚弥圣景 虚弥的就是虚弥山 就被语为是这个全世界的中心 当然是在这个佛教里面认为是虚弥圣景 这个虚弥山呢其实在现实中的据说也存在 就是在现在西藏的这个刚底斯山脉的 刚仁波级峰 小江南 对对对 啥 里面有只小屁股 看着你哦 太跃了 吓吓吓死了啊 吓死了啊 吓死了啊 我们在山寺的见人 请一些高僧来开光之后才能打开 开光就是说要第一次见人 就像新娘 新娘一样 他就是不能轻易见人 这个石碑 它其实是一个石碑 它就是记录历史的 这个石碑跟乾陵的无字碑有点像 就是佛教在陕北兴盛于十六国时代 但是在唐朝时候大朝鼎盛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带你看过武则天就信奉佛教 他将佛教推向了鼎盛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见的 什么时候见的 其实建造年代不祥 人们也不知道 但是有人猜测是北宋时候见的 万佛洞我们看着主殿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整个山上的大大小王有两万三千个佛 来 出来 你干嘛 我走了 门倒了 这个前佛洞 现在它其实是一个遗址 因为曾经也被破坏过 这地方应该以前是有壁画的 壁画也都消失了 古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时常遭遇战争 为了祈求国泰民安 所以开造出了这么大规模的佛洞石窟 追求理想中的极乐世界 为了找到更多关于永泰公主古墓的资料 我们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里是三秦大地的文化瑰宝 可以见证古中国最辉煌的阶段 大家好 我是冒邪天长 此刻我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句话叫做陕西自古帝王都 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 所以说这里面的文物可不少 一共积攒了有17多万件 其中的国宝级的文物就有700多件 所以说今天跟着雷天长 我们一起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探究竟吧 来到这个历史博物馆 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狮子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一进博物馆 要放这么一个狮子 因为在中原地区是不产狮子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中国这个狮子靶门 是沿着这个似乎之路 从非洲引进过来的品种 也就是说把非洲这个狮子 带到了中原地区 龙之慧你知道这是中国的什么东西呢 应该也是酒饭的那种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字比较难念 这个一个是叫鬼 这个叫鬼 那个叫顶 别看这么重啊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人很讲究礼仪吧 就是说好看的器具的外形 也会让人有失欲 我要问你个问题 你喜欢这样的男人的长相吗 就是你从乌克兰的人 在这个审美上 你觉得这些人的长相好看吗 我要告诉大家 这些冰花眼都是小眼睛啊 他们好老 好老 他们的脸都是年轻人 好看好刷 可以 你说他好老是什么意思 这个像你看一下 这里连他们都没有年轻的人 这个你觉得像有什么 这个看起来有一个沙发 像沙发 其实没有错 这是给死人地底下用的沙发 这也算是一种床榻吧 因为古代叫床榻 这个牧主人叫做安家 他呢是一个湖人 湖人就是说汉族以外地区 或者说他伊朗 这个画应该 倒是他的生活里的那个画 这里有人在吃饭在聊天 对 就是 还有跳舞 跳舞的 还有运动的 还有舞蹈的 第二个人是跳舞 他的生活挺开心的 他真的爱跳舞 对挺开心的 对 这个为什么博物馆要放这个床榻呢 这是中国跟四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代表 一路颠簸 我和乌克兰女孩 终于来到了咸阳市北部的乾陵 准备进入永泰公主墓的地宫 李治的合葬墓 这是他的皇家的一个园林 有点像是那个埃及的那个帝王谷 这个永泰公主呢 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哇看到了吗 以前唐朝的男人也好看 今天男人其实很好看 对吧 这个男人眉清目秀的 如果你要嫁给一个男人 你喜欢哪个 嗯 嗯 因为这个还是这个 我 这个 这个啊 我也觉得这个好 你知道什么是昆仑勇吗 就是昆仑山的 昆仑山来的人 或者昆仑奴 我们看过《无极》里面就说昆仑奴 但是我愿望里走还是有些紧张的 哇上面有很多这个花啊 愿望里走越深了 但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李先慧 那她为什么要死 唐朝女皇武则天是2000年来 这个在中国大地上的帝王奥 唯一一个女性 她在辈的时候呢 她呢 就有喜欢男宠这么一个癖好 有一天呢 永泰公主呢 跟义德太子 还有她的老公的五颜姬呢 一同在家中相聚 就聊起了此事 结果呢 被他们听到了 就禀报了武则天 武则天一怒之下呢 就杖杀了他们 武则天听到了永泰公主 说她的坏话 她不高兴地 就把自己的孙女 就一起杀掉了 他们好可怜 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说坏话 尤其不要说女人的坏话 你看啊 这是一组唐代非常精美的壁画 这些壁画的人物 都是有那个事业线的 事业线是什么 事业线就是 就是这个女人的这个中间 这个 露出来的 对吧 你看她这个就有 而且我告诉你啊 你看这个女的啊 是唯一一个正面 而且很年轻的女子 这个女孩是最美的 最美的啊 所以说叫东方的蒙娜丽莎 对 可是她们的眉毛都很重 来 那公主在令人呢 当时呢 人们在发约这个 云台公主墓的时候 一发开了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 呃 一个男人 拿着斧子恶狠狠地站在门口 所以很多人惊慌而逃走 嗯 等到回来一看 原来是个盗墓贼 要知道 其实以前这个墓穴上面 都是有这个日月星河的 现在随着潮湿都坍塌了 他们的鞋子为什么这样 翘起来的 翘起来的 你看他们的裙子以前是很长的 嗯 长的至少要拖到地面上 所以凡人穿这种翘起来的鞋呢 翘得越高呢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裙子的边儿给撬起来 这样子走路就不会摔跤了 唐朝的方式呢 还延续到了朝鲜韩国 哇 中国人好聪明啊 好聪明啊 哇 这就是当年盗墓贼啊 从这里 盗墓你知道吗 强盗小偷 就从这里倒了下来 中国人太聪明了 就是这么大的墓菌 他都能找到一个定位 一个定位 因为以前没有GPS 他怎么知道这边就是入口呢 对吧 在脑子里有GPS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中国讲究这个乾坤风水啊 易经风水 所以以前的墓啊 都是跟着这个风水走的 他们能够通过这个算出来 嗯 算出来就是说 哦 为什么他这样见 哦 在哪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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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是什么啊 这边也有 这是不是像在电视里 就是有形态灯上过来 然后我 呃 做一幕 然后从这里有那个 见 哈哈 这是一个洞 是一个门 以前的门就这样打开 后来这两个门 因为是 呃 是木头 就给 腐烂了 他们这个呢 叫做地宫 地下宫殿 这个地宫呢 有这个87.5米 啊 他当时的时候呢 只有17岁 你看他跟他的 好年轻 好年轻 据这个啊 木志明上面写的呢 叫做 猪胎毁月 后来有人在猜测啊 这个啊 这个永胎公主可能是 怀着很大的大肚子啊 已经怀孕了 嗯 最后呢 听到了要处辞她的消息之后呢 就非常的着急 一着急就难产 就生着孩子给死掉了 等于说 这个女主人男主人和肚子里的孩子 三个人 就因为 说了这个 我昨天的坏坏都死了 这个木道呢 有这个87米 长 现在联想讲带领这个 农志会呢 来到了这个陕西 最囧墓室 最囧墓室 是不是 这些人 要在半夜跳舞 你会惊醒 对不对 嗯 当当当当 喝喝喝喝喝 最囧墓室 哇 囧 囧 囧 那是 那边是武则天 你也知道武则天 有点囧啊 我看武则天长上去 哇 是不是很囧 走打马球 波斯传入 嗯 这个马球呢 是波斯传入的 ALLY 哇 很elly 召见使臣 哎呦 这武则天 召见使臣啊 图火罗国 场景展现了 这 nogle 景奉利 在这个 他们贡献的鸵鸟 在那个唐朝时期 突火罗国 是现在的阿富汉尔斯坦 阿富汗 哎呦 哎呀 这武则天干嘛呢 运筹推卧 运筹帷幄 公元684年唐高宗驾崩之后 在扬州发生了叛乱 所以武则天下的运筹帷幄 要平息叛乱 那个人的脖子 为什么脊椎是在前面的 这个胸像鸡胸 这个图很有名叫不脸图 女士们 女士 但是龙之慧看到一个细节 说不脸图上是一个女的抬了男的 这表现的是武则天他会微服私藏 他也会化妆成名女进入这个地方 在有个小丫鬟的地上 武则天跟唐太宗 当时唐太宗把他列为财人 所以召到宫里 天天饮酒作乐 这组蜡像表现的是在公元690年 距今已经有1330年了 整整1330年前 武则天登上了宝座 成为了皇帝 这边是管理文的 这边是管理武的武术 哎呦 这个圈船好性感呀 哎呦 这个准备的是管理文的 这边是管理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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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续文的 这是管理文的 李明天发现了 天哪 你不是很圣子 女人呢 你学习的 雷汤掌 雷汤掌 在这儿呢 在这儿 从上走 雷汤掌欺负我 刚才是我许了一个很长久的愿望 皇后之墓 这是想象出来的 这是吓人了 这是大家想象出来的一个目的 现在武则天皇帝的墓还没有打开 隆汁你看后面躺的就是 人们想象中的武则天跟他的老公李治的棺果 这个画面是不是挺像神话的 就那个 对 现在这个前领还没有打开 你知道为什么不打开吗 因为害怕 因为还没有很好的科学技术保护 那我们就跟武则天跟李治说成 说成再见了啊 与永泰公主一同被处死的 还有她的歌客义德太子也葬在一旁 还是还是你前面走 我前面走 你看到了吗 义德太子墓的前面 一片暗响 没有人 这里也是有好多壁画 龙 哇 唐朝的雀台 走走走 慢点慢点等我 你等不等我 你胆子大了是不是 这个义德太子墓呢 是整个唐朝的墓里面 就是这个地位最高的 就是说在这个陪葬墓里面 是地位最高的 虽然说这个 这边是有壁画的 还是有人在这儿乱涂涂画 嗯 这个我觉得我也 全世界的女士有和母画的事情 这么大一个棺材 对吧 这么大一个棺材 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金 材宝对吧 嗯 真的吗 真的 来 你帮我 你帮我 我上去 好的 一半给你 一半给我 那就是这个母棺材 为什么这么大 就棺材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那个义德太子死的时候 只有19岁 最早的墓是在这个洛阳 后来呢 他父亲呢 又把他呢 从这个洛阳呢 最后呢 那个墓呢又牵了回来 他才19岁 所以说还没有结婚 他父亲呢 就在路上 他举行了一个阴魂 你知道什么阴魂吗 阴魂 不知道 就是在阴间结婚 阴间知道吗 不知道 阴间是什么 基督教里说 人死了之后 要上天堂下地狱 地狱就是阴间 就是让他在死 就是他们死了之后再结婚 明白了吗 我的天啊 哇塞 哇塞 要不然给你配一段 阳婚在那 我不要 阳婚吧 那好吧 那你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婚姻 你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 我好年轻啊 你好年轻啊 这是什么 刚才龙智慧呢 已经被吓得要死 有啥害怕的 一条太子嘛 看你跳得好嘛 就复活了 留下来陪我 是你要留下来吗 你看看 这就是刚才摸了一条太子 壁画的下场 你赶紧陪不及陪 道歉 哎呀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错了 那个什么 还有就是用韩国语 嘴松也有 嘴松也有 啊 就是从中也有 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不想要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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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没有想要有什么事 带喜话 那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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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像高兴了 刚才不高兴了 现在画的人居然高兴了 笑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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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男人里面 你选一个男人 作为你的这个 他们太多了 所以英婚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必须选一个 选个英俊一点的 你觉得哪个长得最好 男子图鉴 哎呦喂 这个人长得好面熟啊 还双眼皮 鼻子眼皮高 然后还有胡子 这个男人很面熟 对不对 这个帽子也很好看 这个男生好像你 好像我 嗯 昨天也带了这个帽子 大家记得 一进这个 一进这个 义德太子墓的第一张 大型笔画的这个 下面这个人 他说像我 以后大家就来 来这边找雷探长的前世吧 天呐 在这义德太子墓 我们在墓里面走的时候 然后只听那个门 一叫 原来是大门要关了 真的太恐怖了 刚才那个鞋啊 龙之慧怎么看 这门还在笑声的 潜嶺呢 它有两座山峰 这两座山峰呢 远处看呢 特别像 女人的这个乳房 乳房你知道吧 嗯 是他们猪的朋友 不是不是的 就是这个 乳房吧 我与龙之慧出了古墓 回到市区 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碰到了一位 百摊的世外高人 他又继承了祖先呢 哪些剂量呢 看着 第一杯 第二杯 第三杯 三杯之后 这家伙一定飘 一定晕 记住 到这一杯 看清楚了 前边几杯酒正常 后面一杯有药 停十秒 药性花醋 天呐 这个老爷爷卖的是什么酒啊 催情酒还是毒酒 看看 喜欢哪个自己拿 直接下药 抬下药 又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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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毒药 好 哦 这个酒杯是从嘴里出来吗 嘴里 对吧 是从龙嘴里出来的吗 你稍等一下 我把它的钱 骗完再骗你好不好 骗骗吧 要离谱 那就什么也不属于你 公道杯 公道杯 啊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 乌克兰买不到这个吧 我们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 听说你们乌克兰的姑娘多 一个人能娶三个老婆是吧 没有 乌克兰没女多 没有 乌克兰娶四个 没有 不是 不是啊 你是嫁给她是第几个老婆 她有几个老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着你也不知道 她跟你不说 你知道让了老公怎么样 说实话吗 不知道 我教你 哦 他教你 用这个 给老公倒酒 你倒的时候 第一杯酒 你给老公倒 第二杯酒 给老公倒 老公一高兴 你就给老公倒 哇 现在看清楚了吗 嗯 前面的酒都正常 后面这一杯有药 老公喝完十秒 药性就发作 老公 你有几个老婆 我是你第几个老婆 老公都交代清楚 听见没 对 老公要是不交代清楚 就不要给她解药 她就肚子她 她的难受 好不好 好 让她实验 好 让她体验一下 直接就下药 还要下药 还要下药 都是药 都是药 你把老公干死了 你把老公干死了 谁给你当老公了 来看这 先给老公喝好酒 先给老公喝好酒 然后再给老公下药 听见没 这拿两个吧 你能够便宜点的 你不要讲价 你是有钱人 为什么 你比我有钱 你穿的是皮 对不对 穿的皮啊 朕今天 要与你八拜回教 这位老人的酒壶 可以让谎言无处遁形 揭示着夫妻间坦诚的重要性 这些奇妙经历 都带给龙智慧 这个乌克兰女孩 许多探险的惊喜 夜晚的西安 变成了灯的海洋 汉唐的辉煌历史 仿佛历历在目 在这八百里晴川大地上 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呢 也希望 这一千三百年前的思路起点 可以永远将 有益 和平 输出世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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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